建筑物外墙上投射蓝色与黄色 这是德国首都柏林最知名地标布兰登堡大门 柏林市政府表示 在布兰登堡大门外墙投射乌克兰国旗的颜色 是要释出明确讯息表达对乌国自由及主权的支持 与此同时 法国当局也在巴黎市政厅等地点亮乌克兰国旗的黄蓝颜色表达支持 而波罗的海三国拉托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外交部长 则是前往乌克兰首都基辅 与乌克兰总统等重要官员会面 讨论如何在当前的危机中 增强乌克兰抵抗能力 以及如何稳定乌克兰的经济状况 波罗的海三国皆表示 要展现团结力量支持乌克兰 而为了帮助减轻俄罗斯侵犯所带来的经济影响 英国表示准备担保高达五亿美元贷款支持乌克兰 外交大臣特拉斯在声明当中强调 要利用英国的经济专长和实力 帮助乌克兰经济挺过俄罗斯侵略风暴 另外波兰总统杜达和立陶宛总统脑塞达 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乌克兰应该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 被呼吁国际社会迅速对俄国实施强有力的制裁 来保护乌克兰的自由与主权 华人新闻孙玲林综合报道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静和 台湾in or out 北周四晚间九点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脉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